咪咕视频的解说是一部分是有单口来给大家进行解说评论 威姆斯兜出来 再给篮下 这时候高低位的配合 胡敏轩 胡敏轩在今天比赛的一开始进攻端还是非常活跃的 而且内外之间的进攻 今天山东队一开始的命中率不太高 打反击之后再造犯规 给了焦海龙 焦海龙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犯规也是一个大问题 陶安琳提前回来 这个时候的高度优势逐渐提前出来 又一个失误 山东队今天的失误太多 而且集中在开场 篮子球抢到之后 王兴凯的篮板 再传篮下 够硬了 还是阿日 开局呢10比1 山东队阵地进攻 现在效果不好 还是赶前掌 直接传过来 这下防守啊 山东队想要重新再给到增排室 其实有难度 这样进攻只剩下10秒了 再打进来 漂亮这次 小胡呢今天的表现同样强 小胡呢今天的表现同样强 洪明璇又要自己来了 利用错位之后 今天只要出现错位机会 洪明璇丝毫不犹豫 这传球啊又一个失误 这次犯规呢算是一次战术犯规了 洪明璇丝 篮板争夺这下 哇反抢再过来 还是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 更多的时候都是洪明璇 你会看到他更集中的表现 这种情况其实一般的防守一方的 将来源的可能 还是打成了 又一个失误 直接形成妙传之后的助攻 公知道从前面的些许愤怒啊到现在 表述呢都已经是发生了变化 再看冲篮下 洪明璇 21分的优胜 还是这一下 但是广东队打得更快 迷米斯 迷米斯在这个位置啊 你在前面不给他一个对抗的话 张浩 中距离信心来到了 小伙不得了啊 镜头直接给阿日 洪明璇 分出来 温明璇 温明璇 主攻点其实不在外线啊 再给回胡明璇 还是再看 次打进 再次打进 进 这 懒 这 再次打进 祸 未经完 再次打进